昨天晚上大概11點多鐘 執法人員發現有一艘雙魚外機快艇 就在機場的東南面向著岸邊駛 上述岸邊其實就是水務處在深水角徑 一個翼派六氣的主運站附近的一個石坊 然後以一隻雙魚外機快艇並且一度停低 並且靠旁邊 隨後有一架中型貨車駛至上址 隨即亦有百名可疑的男子在附近的草叢走出來 就連同一架中型貨車的司機一齊打開尾板 將一箱箱一代代的貨物搬運到地上 並且到一個特製的滾桶鐵梯 將這些貨物一路滑落對這隻快艇上面 埋伏在附近的執法人員隨即採取行動 賞前並且嘗試截停這九名男子 該九名可疑的男子見狀就隨即跳上一艘海艇 連同快艇上面的艇手就迅速駛離現場 最後這隻快艇離開了香港水域 船頭只向內地 向內地方向向 經過我們一連串在現場徹底的搜查之後 我們發現在一架中型貨車的尾箱 和旁邊石灘上面的地下 一共有100名牛箱 和21代的華爾走私物品 估計市值超過1800萬港幣 今次走私的貨品 就和以往有少許不同 以往我們檢幕的貨品比較單一些 例如如魚柱就魚柱,燕窩就燕窩 我們發覺今次檢獲的1809箱貨品 和21代就比較窄 我們分析過了 可能因為現在香港疫情的關係 有些關係是關了的 亦是有14天的檢疫 如果旅客下來 在旅客下來要經過14天的檢疫 所以我們覺得這些物品 可能是一些內地的客人 就在香港訂購,再公司回去 東網上你看,新增了賺分任務 每日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一邊賺到更多 OM.CCCOIN,盟取豐富獎賞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